我覺得這一陣子的氣候治理 真的變成全人類最重要的問題 你看這種酷熱加上颱風 洪水 我們台灣這一次放了一天颱風架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嗎 也死了好幾個人 在大陸當然我們看到一些視頻 我覺得其實滿難過的 可是在全球類似的這種風災 水災 酷熱 使得人不斷攀升 因此這不是單純的各個國家問題了 真的是變成全球的問題 但是在中國大陸 這真的跟我們台灣的政治不一樣 台灣的話這個媒體一定會問 你第一時間總總怎麼去 其實蔡英文颱風也沒去 對不對 但是你某種程度為媒體然後關注 這似乎是變成是 像現在我們台灣的媒體 或有一些國家的這種常態 但是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而言 他這一次災難這麼嚴重 可是他是不是在地方首長跟部會之間 要現在忙著救災然後檢討 怎麼樣去改善 比如說北京的下水道系統 這一次凸顯的這些問題 如果習近平他跑到第一線去 也許可以展現出他關心這個議題 我想他一定關心這個議題 但會不會一下子就把這個議題放大 然後使得就是說大家覺得這個事情 似乎好像要去究責 另外一方面北戴河的這個會議 如果因此延後或取消 是不是表示說這一次這個災難的問題 似乎已經變成是國家級的 所以他們的判斷我想是有他們的理由 但不管怎麼樣這次的北戴河會議 可能要處理的是好多內部的 國際的 經濟的 然後外交的 可是我在那邊同時要去提出來的 基礎建設 這也就是跟這個 全球的氣候治理有關係的 跟這個洪水也有關係的 基礎建設 你知道全球G20有一個 基礎建設的這個計畫 他去評估全球四大區域 歐洲 亞洲 非洲跟美洲 大概全球目前需要94兆美元 去做基礎建設 更新基礎建設 新的維護的各方面 但目前只有79兆的 這個計畫在推動 所以大概缺了15兆 這裡面缺了最多的是美洲 6.5兆 你不要以為說都在中南美洲 在北美也滿嚴重的 亞洲缺了4.6兆 所以你看到這個基礎建設 涵蓋什麼東西 涵蓋道路 鐵路 港口 然後機場還有水的治理 水的治理包含水資源 包含水 洪水各個方面 還有電跟能源 以及通訊所謂的數位基礎建設 這七大塊 我們現在剛開始有個G20 在前幾年才把所謂的 全球基礎建設 當成一種就是全球治理的 一個重要的議題 只是把這個數字計算出來而已 但是你看哪一個國家 真的全世界在做 自己國家內部 或者是跨國的 我必須要講 一帶一路過去這十年 一帶一路十週年 針對開發中國家 全球南方是做了一些 但也遭受一些批評 G7也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美國國家自己 當拜登來說 中國No.2 美國是好像第24名對不對 我一直想知道 他這個資料是哪裡來的 但是就是顯現出 基礎建設是我們最重要的 你如何面對這些洪水 跟現在的全球的氣候治理 當然不要像我們那個 民進黨的所謂的前瞻計畫 那個基礎建設 要三千萬結果給了81億 我也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先強調 這個我活這麼大 以前聽到颱風 這個颱風進入大陸以後 沒有超過浙江的 大家都學過地理 而且我那個新聞我都會講 這個低氣壓進入大陸以後 就自動解散 散去了 沒有像今天這個樣子 像這樣子 這個低氣壓 這個颱風 這個叫做杜蘇瑞 一直到了北京下了大雨 金金濟地區 現在還是朝黑龍江 快到北極了 這不得了 這個是真的是一個大型的改變 首先這件事情的話 因為在金金濟地區的話 我估計大概要 真的水晃要撤掉 大概還要一個月時間 而且現在下一個 從濁州開始 最要麻煩的事情 可能就是天津了 就是因為什麼 從北方 你知道那個黃懷平原 你看到一片黃懷 黃懷平原就是黃河 黃河出海口 基本上就是在天津 所以這個的話 水災之後的話 兩大麻煩 第一個的話 災後的收拾就是 極其麻煩 第二個就是衛生的問題 你所有的下水道的東西 通通都浮上來 那還得了 而且的話 撤離的人口是120多萬 然後受到影響的話 就是這個 上千萬 1600多萬人受到影響 所以說這種情況下 但是大陸的制度上 一個非常特殊 北戴河會議8月份 北戴河原來是個休假中心 大陸有那種 那種蘇聯那種傳統 就是大官有休假的概念 其實我們都不了解 這個一般來講的話 社會主義國家 他們這個高層官員 有休假概念 像那個什麼 蘇聯以前在那個 黑海邊緣的什麼 蘇吉亞什麼的 他們都是有固定 有休假 一邊休假一邊談事情 我們在大學裡頭 也會講到 利用暑假的期間 大家出去過個兩三天 好好把戲上的事情 聊一聊 我們有這個習慣 這個很正常 絕對不能改 為什麼一改的話 來動搖國本 所以說這裡面 該商量的事情太多了 火將軍的事情 秦剛的事情 大大小的事情 經濟 主要是經濟發展 如何刺激國民的消費 如何刺激國民的經濟的收入 刺激年輕人的就業率的增加 這些都要拿出具體的辦法 我相信 北戴河會議之後 會拿出非常具體的辦法 我對於大陸的經濟發展 非常有信心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制度跟美國剛好相反 你要知道 為什麼美國基建不行 我今天在這苦苦思考這個問題 我想拍個視頻來解釋 為什麼美國的基建不行 美國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但是我得到的資料獎 如果手上有100塊錢的話 拜登總統能夠使用的不到25% 就剩下25塊 剩下的話 美國有一些基本上的 大大小開 工務人員的開支 退伍軍人的薪資 然後這個 反正是長期來講 涉及到美國這個 立國精神以來 這個錢的一毛都不能少 所以你印錢出來 也沒有用資源分走 剩下的25% 還有8000多億的軍事開支 所以它實際上 根本就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 拜登還想建高鐵 沒有錢建什麼高鐵 美國賺錢的單位 都是私人的單位 美國花錢的單位 都是公家單位 美國那個鐵路不得了 鐵路那個樣子 所以一年只發生災害 180多次 我都覺得太少了 感覺上每分每秒 都會出事的感覺 很破爛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結果 就是因為 大陸本身的制度 非常適合搞基建 你放心好了 大陸這種制度的話 它本身人多好辦事 集結力量一起辦事情的話 的情況下 對於基建來講 對於公家的支出來講 幫助很大 美國是私人賺錢 但是公家一點都沒錢 中東分了好多部分 中國大陸其實這個三中 就是中國 中亞 中東 其實已經變成 就是整個北京在 從中亞到中東這個區域 重要的連結 當然上一次 3月10號的時候 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的外長 在北京會面 完成了他們這兩個世仇 之間的外交的關係的建立 但在這樣一個起點 發現到其實 除了中東議題之外 中東扮演的角色 就更為全面 一個在能源 第二個在地緣 地緣上 現在中東 由沙烏地阿拉伯 他的王廚 進入到俄烏戰爭協調 其實本來的觀點是 來自於西方的要求跟影響 希望能夠把部分全球南方的國家 參與到這個和談裡面 形成一種壓力 然後要求俄羅斯接受 製造一個國際的輿論跟壓力 不只是來自於制裁俄羅斯的 44個國家跟地區 主要是西方為主 歐洲為主 但是也包含了沙烏地阿拉伯 跟他邀請的一些全球南方國家 因為他沒有邀請俄羅斯 現在關鍵是 因為中國大陸也來了 因為李輝帶團來 但是我覺得李輝他沒有理由拒絕是 他的態度基本上是勸和促談 但他沒有所謂的這種立場 沒有主張說應該怎麼去解決 這應該還是要俄烏自己解決 所以如果這個會議是西方國家 想要透過沙烏地阿拉伯或全球南方 或者是把中國拉過來說 你看我們形成一個這樣子的意見 要求要怎麼樣和平的解決 要求莫斯科要接受要吞下去 我覺得那是沒有用的 你最後還是要讓俄烏雙方 都能夠有參加的這個場合 才能真正的達成某種形式的和平會談 否則的話 其實只不過是花更多的時間 把這個議題變成一個 就是這個話語權的這個爭奪 那中國大陸如果說 這一次拒絕 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邀請 那當然可能會跟這些國家 尤其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會有一些媒體上 會有一些做文章的空間 可是也的的確確 在這個拿捏上 我覺得對李輝這個代表團 也是一個考驗 也就是說他如果說 我們方案都提出來了 俄羅斯無條件退出 然後重新舉行 國際監督的這些選舉等等之類 這個東西俄羅斯怎麼會接受呢 所以這個問題的處理 不是這麼單純的 現在看起來 這又是一波 就是美國西方 然後再加上沙烏地 某種程度 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去造成這個壓力 至於我覺得在這個關稅的問題上 其實很多國家都拿關稅 當做一個政治目標 政治的手段來去做制裁 美國不是最多的嗎 對 對不對 那中國跟澳洲之間 到底是誰是誰非 我想大家很清楚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拿掉 我不太能夠接受 經濟學人在上禮拜所說的 澳洲經過這三年的 這個經濟霸凌挺過來了 澳洲更加強大了 這個最多少喝幾瓶紅酒 對不對 有這麼的嚴重 當然也有一些麥 煤這些東西 可是關鍵並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 西方輿論對於這些的認定 其實真的是有多重標準 可是在這個巴勒斯坦的問題 其實我現在一直在關注的 巴勒斯坦你知道過去這兩三年 巴勒斯坦的這些屯肯區 以色列人屯肯區 跟巴勒斯坦的這些居住的地方 發生了衝突 死亡非常多人 而且有年輕人組成的這種 就是說抗這種軍隊 抗暴 然後跟以色列的軍隊在對抗 現在內塔亞胡的政府 尤其他的聯合的政黨 越來越右翼 越來越頑固 你看現在甚至通過的就是 就是說司法的改革 讓他最高法院不得再去司法審查 國會通過的這個法案 所以這些問題都會使得 以巴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現在我覺得 美國已經沒有辦法解決處理 中國的角色將來會在這邊 從沙烏地跟伊朗延伸過來 看看是不是能夠解決 這個長久以來的以巴的衝突 2023年的春季是 中國外交大豐收的開始 這裡頭當中的話 巴基斯坦跟中國 建立什麼走廊不稀奇 巴勒斯坦非常重要 因為巴勒斯坦人 從1948年以色列獨立以來 他們那一天出生的人已經75歲了 你要了解當難民當了75年 而且的話 美國不是軟弱 胡捨八道 美國強烈的支持以色列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時候 就是說美國 我跟你講 六日戰爭的時候 曾經有美國的飛行員 偷偷摸摸把飛機 從美國開回以色列去打仗的時候 把它經過媒體的翻轉 變成英雄故事 你想想看這還得了 原來該槍斃的 現在變成英雄 順勢就呆在以色列了 我自己認得了很多的這個 以前我讀書的時候 認識很多的人 美國人 如果在以色列住超過六個月的話 他兵單就到了 他就認定你要當兵了 以色列是非常非常懂得 如何保護自己的權益的 以色列在屯肯區 完全不客氣 進了房子 要你的房子的話 人物圍住 你這地方可以種菜的話 剩下的話 房子拆了這邊就圍住了 小孩子拉出來 一下丟石頭的話 馬上帶走 我跟你講這個影片非常多 大家要了解 因為巴勒斯坦原來都是敢怒不敢言 他們把唯一的希望 就是放在美國 現在搞了75年 你被騙75次就夠了 你被騙了75年 你沒有辦法 你沒辦法 現在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找到中國的話 說幾句公道話 因為中國在沙烏地當中 有地位 對不對 然後在營養面前有地位 最重要是在俄羅斯面前有地位 大家要了解 這個外交事務是很複雜的 最近非洲一個小國叫尼日的 尼日的話 居然反對中祖國法國 贊成什麼 贊成俄羅斯 喜歡瓦格納 然後中國不撤僑 你難道看不明白嗎 中俄聯手的勢力 已經升到了全球各地 所以巴勒斯坦本身來講的話 是因應新的潮流 然後找一個藉口說 美國很軟弱 因為這種軟弱的原因的話 就是要說明 巴勒斯坦不能夠再相信美國 因為再搞下去的話 巴勒斯坦是聯合國通過的國家 他們原來是有國家的 現在被佔領以後 沒打一次就輸一次 現在的話 搞的問題非常嚴重 就是說整個中東的 阿拉伯國家的問題 都因為巴勒斯坦的問題 遲遲不能解決 他們彼此之間相互攻擊 整個中東地區 最有種的國家就是伊朗 伊朗的話 派人到巴勒斯坦 到巴勒斯坦裡面去打仗 所以說的話 大家發覺 沙烏地一看這樣搞下去 自己還帶著麥加麥蒂娜的 各方面來講 非跟中國拉關係不可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各方面的聯繫 所以說像這次李輝去 他代表的話 中國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沒有中國 沒有俄羅斯 然後沒有美國 那談什麼俄乌衝突呢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導致於大家都發覺說 真正重要的不是搞政治 是搞經濟 所以澳洲很自然而然的回洋 其實我原來喝的那個酒 這個Panford 這個不到一千塊滿好的對不對 現在的話就是沒有機會了 在大陸原來澳洲的酒 是以便宜跟好 性價比非常高著稱的 另外大家都沒有提到龍蝦 澳洲的龍蝦 這出出到中國是大中 這個龍蝦都很久都 沒有辦法吃到便宜的龍蝦 所以澳洲跟紐西蘭學 紐西蘭的外交部長就講了 紐西蘭外交部長講說 這個參加奧庫斯坦 等於是跟魔鬼交易 那還得了對不對 這是一句罵人的話 中國大陸從1980年代 開始改革開放 比較快速有成績的發展 是在2000年之後 也就是這40年來分成兩段 前面20年是一個起飛期 後面20年是一個高空騰飛的一個期間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個2000年到2020年之間 誰 哪一個國家 跟著中國同步起飛 獲得很大的利益 就是澳洲 為什麼這麼說 你知道看澳洲的經濟發展的數字 就很清楚 因為在1980年的時候 澳洲跟意大利的人均GDP是一樣 可是到了現在澳洲 跟意大利的人均GDP 澳洲幾乎是意大利的兩倍 為什麼 因為他們賣了大量的農產品到中國大陸 賣了大量的礦產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他們澳大利亞賺翻了 澳洲人就覺得好像有點錢 美國人稍微煽動一下 就自以為是區域強權 要配合美國人來打壓中國的崛起 中國現在所用的方法 讓澳洲知道 中國不需要澳洲的農產品跟礦產品 這個日子過得照常很順利 因為中國大陸是全世界 所有看得見的國家裡面 糧食致死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它糧食致死率高達81% 台灣才31% 日本才37% 所以他根本不在乎 你國外有沒有農產品進口 再來你說礦產品 澳大利亞的地帶地方很多 非洲 印尼甚至加拿大也在賣 美國也在賣 所以你沒有優勢 經過這個懲罰了以後 澳洲開始學乖了 換了一個總理上來 開始跟中國想要彌補 但是澳洲的國防外交 基本上還牽制在美國的手上 短期內沒有辦法去解脫 中國只能用這種經濟的利益 來做為一種平衡的手段 讓澳洲不要太誇張 但是澳洲能來會很誇張 這個我預告是這樣子的 因為他們的政客換來換句 變來變去 他要走到親中是不可能 但是要走到反美也不可能 所以會在中間 經濟力跟安全的繩索之間綁在一起 澳洲根本沒有安全問題 澳洲只是碰轟 誇大 自豪 想要像美國一樣 在太平洋囂張而已 對於紐西蘭其實也有這種心態 只是因為國家小 力量小 未來會怎麼發展還有待觀察 所以外交部長這麼講 國防部長又講另外一套 就是一個小澳洲的典型發展 只是現在 紐西蘭的經濟更糟糕 更需要大陸的市場 我們就看看怎麼去運作這個 中國的醫療船到東加去治療 這是一個人權人道的一個表現 美國有沒有醫療船 有 那你美國為什麼不做 這現實問題 當時COVID-19發生的時候 川普把他們軍方的醫療船 拉到紐約港口來 放了兩天又拉回去了 什麼事都沒做 你就拉到東加 拉到南太平洋 美國的南方司令部 因為美國是用戰區 中國大陸的幾個戰區 都只在中國大陸內部 美國的戰區是劃到別人的國家去 南方司令部就專門在管中南美洲的 他們要控制巴拿運河 是南方司令部 南方司令部的 這個女性的上將講不好很好玩 中國已經進入我們南方紅區的 20碼線上 中國有在那邊設軍隊嗎 中國有在那邊建立軍事基地嗎 中國只在那邊做基礎建設 中國只在那邊蓋學校 蓋公路 蓋碼頭 蓋港口 你美國做什麼 你美國就開個艦船 整天在那邊耀武揚威 你要不要改變你的思維 好像是中南美洲就是 我美國的什麼禁卵 我的後宮 不可以讓人家攔殖 如果美國老是這樣想的話 你要看看中南美洲 怎麼看你美國 你就是個黑道 雖然你是個女性的上將 你就是個大流氓 個女流氓 就跟那個什麼 日本那個極道夫人一樣 你沒有兩樣 你講話根本不像話 你的行為根本沒有君子的作風 還虧你是什麼美國名校畢業的 所以我是覺得 你要嘛 你就是把和平醫療船拉出來 大家比賽 講這個都是廢話一通 你聽他講的形容什麼叫二十碼線 我說美國看很多這個 因為二十碼 一個衝鋒就得分 所以他認為這是二十碼線 而且面對二十碼線 他防衛力量要集中 戰術也要調整 怎麼樣把人家撲倒 南美有這麼嚴重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你拿這個形容詞 是不是有問題 第二個 很可能現在美國重心 沒有放在南方司令部 因為美國這麼多 一百年來 他的門羅主義就是 南美跟加拿大是他的淨卵 是他的後花園 是他門羅主義保護的屬地 所以搞得那麼一個 這個南方戰區在那裡 就在鎮壓的 但是現在最近 他講這個話的意思呢 是有感 南美洲很多領袖 是左派當選 而且也沒有像以前 這麼怕你美國了 所以他們這些國家在玩 這個兩邊遊戲 跟中國大陸勾勾搭搭 跟你跟俄羅斯勾勾搭搭 跟你美國來來往往 他們是獲得兩邊的好處 這個上將我相信講的 不是軍事上的二十碼線 他應該講的是 這個南美洲的政治氛圍 已經到了可能有變化了 第二個 任何一個軍事將領 你不受到重視 你的預算就沒有了 你的部隊編織會縮小 所以這個話可能兩個意思 他是利用政治上的這個變化 講出他很危險 要獲得國防部的重視 跟加以資源 所以就跟剛剛 嚴老師講的 在巴拉馬見面 那個叫什麼 就像我們在選舉場合 一他的人給你寫 我們一起去公廟 對啊 那個沒有政治上的意味 假定說賴清德在美國大陸 降落這個 副總統去接機 那件事情大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外交上很仔細 上次人家還在比 誰的紅地毯多長 蔡英文是去的紅地毯 那不是紅地毯 那是旁邊的宣傳部條 不管怎麼樣 這個都是在做比較性的 所以你這個拿賴清德 為什麼不被美國好好接待 你看拜登會正在和緩的時候 你那邊接待你一個 台獨的忠實執行者 那怎麼可能 所以這個問題 我講今天媒體都很多 這些綠媒就喜歡移花接末 亂戴帽子了 對不對 今天講起來 把移美 我想你對美國不夠了解 你還沒資格移 你移什麼 是 對不對 移的人就是因為對你了解 我發現什麼問題 我才會有移美 對不對 我想蔡老師在美國也讀這麼多年書 我在美參大也讀 才會有移美的言論 看你以前的行為 這麼做的軌跡 就知道你下一步在幹什麼 所以這個東西不要亂扣帽子 那我們回憶一下 去年在歐洲有很多會議 什麼北約峰會 什麼北約外長會議 北約國安部長會議 還有歐盟會議 一大堆會議 這一個目標 鼓勵烏克蘭好好的 打這場俄乌戰爭 結果現在 開始這是歐洲國家 開始在轉向 先找丹麥出來 你來主持和平會議 因為德國 法國這些臉皮太薄了 不好意思自己站出來說 我要主持和平會議 因為他們希望說 透過和平會議 可不可以塑造全世界的輿論壓力 給俄乌戰爭能夠熄火 丹麥開了會議 結果初步探視效果不髒 因為中國沒來 現在他們又找上了 其實沙烏克蘭沒什麼歐洲國家找的 他說丹麥不行 你比較有錢你來 那沙烏克蘭沒有辦這個和平峰會 中國不能不給這個面子 所以非來不可 李徽本來就是習近平所指派的 處理俄乌和平議題的一個專職的大使 所以我們當然期待了 沙烏特舉行這個和平會議 會對和平進程有一些幫助 否則老是卡在那邊 烏克蘭整天在外面宣傳 他們反攻都厲害 可是事實上很慘 俄羅斯宣傳說 他們擋住了攻擊 事實上每天也在花錢 所以這兩方面眼看著 都混不下去 混不下去面子上掛不住又要下來 好吧 大家趕快搭樓梯吧 這個丹麥樓梯太小 下不來 現在就沙特吧 沙特不行 看以後換誰 這是好事 中國跟沙特的關係 本來就非常的密集 有關於中國跟阿拉伯國家之間的 自由貿易區 中國也在積極在推動 這個值時間問題是一定會成功的 阿曼本來就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國家 跟中國之間的建交 四十五週年 就沒什麼特別 對於杜拜公關公司講說 有百分之多少 七十二的阿拉伯人 日落的美國是他們的盟友 是好朋友 這個公關公司根本來開除 他怎麼不去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會有 七十二百分之日落的美國是盟友 是嗎 一定是調查幾個比較有錢的國家 一個都會區的年輕人 所以有七十二 導致令人壓抑 他們對中國認為有80% 80%跟72%當然差距 你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美國人可以解釋誤差範圍 自我滿足一下 巴勒斯坦就是我講的 他們本來一直 他們兩個派系 哈馬斯是非常反美的 法塔相對比較 期望美國能夠幫忙的 現在負責的政府的人 是法塔這個派系的 巴勒斯坦對美國失望轉向中國 他們什麼時候對美國有希望過 這個標題我覺得很納悶 他們一向是以前被美國 視為恐怖組織 後來不被視為恐怖組織 組成了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 現在跟以色列之關的關係很複雜 中國也想辦法再湊合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能不能慢慢的和好 是 美國要重返波斯灣 也不是什麼新聞 因為本來在那邊 就有美國的中央司令部 又有第五艦隊在那邊 只是可惜這一段時間 他們方會學業 對於他們該做的保護 波斯灣的郵輪 不受伊朗或者其他的 這個羈押或者控制 一直沒有做好 原定不在 沒有軍力 原定在哪裡 你沒事幹美國去 去在馬六甲海峽 去羈押伊朗的郵輪幹什麼 伊朗當然會報復 你今天再多的飛機都沒有用 為什麼 那地方太窄了 伊朗就在旁邊 伊朗高原比較高 你那邊地勢比較低 他開你兩槍你都受不了了 何況是郵輪 所以這個是在虛張聲勢 因為是這樣的 後面這海峽 是等於是伊朗的內海一樣 他可以在很窄的地方 可以封鎖 伊朗被美國制裁很多年 他自己的郵輪進出 他唯一的反制的辦法就是說 你禁止我 我也禁止你去別的國家的郵輪 所以以前有過 伊朗的海上的快艇去扣人家的郵船 扣人家的郵輪 為什麼美國這次要動手 因為沙特跟伊朗兩個建交了 而且曾經前一陣子在放個消息 要建立中東的這個聯合艦隊 就是他們可能買中國的這個052D 對不對 那加上伊朗自己的無人機也做得很多 也很發達 那伊朗的核能武器已經到了快要可以突破了 它的濃縮又已經到了百分之六十七十了 就可以製作核子武器了 所以美國現在感覺到危機感 如果這個事情再不介入 那核子武器突破 再加上海軍 就沙烏地 沙烏地有錢 伊朗也有錢 跟中國大陸買這個052大區054 那真的赫姆斯海峽 阿拉伯海 美國就Lost Control 就這個地方 在軍方來講就失去一個地盤 所以他現在就打什麼名義 以前你伊朗常常威脅別人的郵輪 我派軍艦去保護 軍艦保護不夠 還派飛機進去 這哪裡是保護一個商船 你美國有這麼世界警察的決心嗎 為了一個商輪派軍艦 派飛機 我們不要太天真了好不好 這個就是這一個藉口 我能夠介入這個地方 讓你胎死服衷 你的阿拉伯聯合艦隊沒有建立 你這個原子彈也沒有做成 我這個插手下去 就讓你起不了作用 這是一個先制的一個作為